新作奇妙人 我们每天除了要为自己的衣食住行奋斗,除了想要更多的名利之外,更多的时候我们还是要与别人产生一定的情感交流,这样才可以活得丰满一些。 不过每个人在生活中的性格是不一样的,有些人可能会非常容易就与身边的人能够建立起来一定的情感关系,会与很多人都可以迅速成为朋友,可是有些人就很难与其他人建立情感沟通的渠道。 他们的内心其实是渴望能够与别人建立情感的,可就是会因为自己的一些因素,不会主动与身边的人交心,那么我们就来一起看看什么新作在生活,终会比较难以打开新门吧。 摩羯座在生活中,他们确实是一个比较会压抑自己情感的星座,因为他们从来都不会相信感情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,所以他们一般都会比较封闭有些,性格一直都是比较内向,木讷的他们,在与别人的相处中,总是会显得非常不合群。 他们很多时候都不知道该如何与身边的人交流,经常会在别人面前说一些不合时宜的话,有些时候还会做一些令人费解的事情,总之他们就是很难与别人融合到一起,其实他们的内心也是需要别人的理解,也希望能够把自己的情感表达出来。 巨蟹座他们的内心是非常柔软的,天性善良的他们总是会包容身边所有的人和事,但是唯独他们自己的感情是他们不能包容的东西,他们在生活中非常看重自己的感情,很多时候他们都非常愿意把自己的感情与别人分享出来,但是他们又害怕别人会利用自己的感情来伤害自己,所以他们从来都不会跟身边的人交心。 所以他们在别人的眼中总是非常忧郁的样子,经常会让自己陷入到对过往的追忆,和对未来的失望中,天蝎座不管在什么时候,他们总是会给别人一种非常遥远的距离感。 大多时候他们都是在静静地看着别人的生活,看着别人的喜怒哀乐,他们只能够用自己高冷的外表,在生活中,为自己建立一层强硬的保护,这样他们才不会受到任何人的伤害。 其实他们的内心也是非常柔软的,只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,应该对什么样的人打开自己的心门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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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